每年是台南建设400年 当时二空仪式台湾顶会也在台南来举办 为了给各地UK了解在地有一个申品 南市府京法教办理二空仪式台湾顶会 盘手类争算的活动 第一个大宣出百大推荐的盘手 这次活动除了传统知名的一个老店外 也有许多充满创意的新品牌来参加 这一次的一个选拔争选活动 那报名产品将近有300件 反应相当热烈 那其中以美食办所理种类最多有218件 那文创产品有38件 生活用品有35件 日前京法教公布百大批出类逆算的名单 并且邀请入侧到现场电视 这回逆算的特色上品 我们的乳酪蛋糕是选用日本的乳酪 然后搭配我们官庙的在地凤梨 把官庙凤梨烤成凤梨干 内馅是用凤梨馅把它融入我们的伴手乳酪蛋糕 因为我们是在四坎楼旁边 所以我们设计是用那个四坎楼为主题 正从空在旁边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为主軸 我们这一次伴手礼的礼盒设计呢 是以台湾古迹作为发想 那就是这个盒子用完使用之后 大家都还可以再做一个储存物品的使用 那里面的内盒的设计呢 我们是以台南的花窗作为发想的 那盒盖的部分使用完毕之后都可以做成杯垫 茶叶拿出来取出之后啊 上面我们都有上刀磨 大家可以凑下去之后作为笔头 减划就表示中秋节三礼 民众可以多多参考设计算的面堂 你第二次大中会选出50件的商品 最后会有30件作为疑控仪市丁卫指定的伴手礼 最小消息欢迎全班来抓损 感谢观看第一时间 彩虹报道